韩国知名男星演员金城珠在节目中直言 如果我们都是单身的话 以后就住在一起吧 引发了韩国网友们的震惊 3月10日有韩国媒体报道 在10日下午播出的综艺节目《我家的熊孩子》中 金城珠20年的好朋友 同龄演员杨正雅来到金城珠家做客 两人之间粉红色的气氛令韩国网友们期待 长期以来一直将杨正雅视为儿子伴侣的金城珠妈妈 看到杨正雅的样子露出灿烂的笑容 她说我真的很喜欢杨正雅 希望他们能够相处得很好 然而金城珠违背母亲的意愿 继续对杨正雅不断地恶作剧称我们是朋友 对此杨正雅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 说我可能会认为你是一个男人 这让金城珠感到尴尬 在奇怪的气氛中一时担心的金城珠突然坦白说 如果我们都是单身的话 以后就住在一起吧 杨正雅则回应道 我们可以住在一起 在演播室观看这一幕的节目组成员和金城珠的母亲 难掩兴之情 杨正雅在过去的节目中承认 她暗恋一位男明星长达十年 金城秀开始质问杨正雅 说她单相思的所有特征都适用于她 这让杨正雅很尴尬 韩国网友们越来越好奇 金城珠是否就是杨正雅单脸十年的男明星 节目中 在青春之街红大约会的金城珠和杨正雅 试图拍摄四张照片 在经历了被单独留在狭小的拍摄空间的尴尬之后 两人像其他情侣一样友好的姿态 甚至尝试了被捕拥抱 让观众们激动不已 嘉宾妈妈们看到两人尝试亲密关系的行为 这种行为有点过于大胆 不能称为朋友 反应爆炸 说金城珠应该为此承担责任 通常情况下 朋友之间是不可能发生这种事的 金城珠的母亲也难掩惊讶 两人最终也很合得来 还有一个让观众们表示震惊的是 两人还是同一天生日 由于这种惊人的契合度 他们之间再次形成了微妙的气氛 20年好友金城珠和杨正雅 在爱情和友情之间来来回回的 惊心动魄的约会场面 可以在今晚的综艺节目 《我家的熊孩子》中看到 对于韩国知名男星演员金城珠在节目中 20年的好朋友同龄演员杨正雅对直言 如果我们都单身 以后就住在一起吧 大家怎么看呢